能聽中文是吧 那我要使用英文講習不是 都可以用聽中文是吧 可以 需要一直幫你找一個聽英文的過來嗎 昨天你整天練成立的英文 現在還要去聽攝影師 去把剛才那個印尼的 一直在穩住 今天講的話題 這是演繫的比較經濟感 我最不要記得的內容是如何忽略 對 本來就標題長一點 但是這感覺被砍去後面的部分 所以準備調校了 改了一些的話題 接下來有一些想說 有一些想說就是 我們在開源社區裡面 做推廣做了不斷時間 做商業的工作 做商業的工作 我發現我們社區裡面 有一種禁人的聊起 有一個了不起的不容不適度一樣 我們的社區裡有一個了不起的不容不適度一樣 就是每一次當用戶提出什麼需求的時候 我們不能成功地忽略它 這個才能換成本身 覺得說 有人說 如果你一直成功的話 你學習不到的 唯獨你失敗了以後 你才能學習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用戶需求 我們把它忽略到這個才能 也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你一直忽略到用戶的需求 你就不知道你有這個才能 你必須有些時候失敗了 不小心注意到用戶的需求了 你才能明白你的現在很厲害 這次的話我只能講一個案例 就是我觀察到用戶的需求 然後發現別人能夠做到 他能夠忽略到 我沒法忽略到 來講一下事件發生 然後也是大家重想的 讓大家自己對自己的魅力 理解 第一個例子的話 是 我舉的經驗 很多都是老例子 那是因為老例子 腦子印象深刻 但是它的教育意義 跟現在是一樣的 沒有變好 第一個例子的話 是關於 關於磁碳碎片整理 一開始的時候 2004年那陣子 剛用Linux 我越推廣Linux 越來越可能找到這個問題 我還也常常找到問題 你們別人說 怎麼能做磁碳碎片整理 別人說你傻瓜蛋 你又不需要磁碳 這Linux系統 這事情反覆發生之後 直到我開始從事工作 做Linux客服 一天到我打電話 別人說我 我沒有電話 沒有辦法 我經常做這事 我想清醒了以後 才注意到 我當時忽略的用戶需求 一般的理解 它是用戶需求 是想要把電腦的磁碎 整理一下 變得速度更快一點 它的需求是電腦速度更快 說這麼說 但其實不是 剛剛從Linux 進Windows 放到Linux的人 用戶對於日常 維護的一項重要的事情 沒法做 這件事情 是他感覺到 他對於局面 失去了控制 所以它關鍵的問題 是用戶失去了 對電腦的控制感 這是真正的事情 如果再回想起來 我接了電話之後 我就知道有個事 當時我能做到文復略的事 解決的話法很簡單 我現在第二次在處理這事 我就非常難幹了 但是當年不知道 現在運用處理這問題 當年的話 我會這麼處理 我說第一個 是這個事情 在Windows也在解決 首先沒說它是一個優點 就是Windows 在解決一個問題 這是有證據 每次的Windows出來的時候 它們性感整理都比上次好一點 它們一切實在解決 我們解決更快 我們一開始就對了 第一個簡單說清楚 第二個事情是不要擔心 OK的 這是第二句話最重要的 這是直接針對用戶的願望 我現在控制不要我電腦 告訴我不用擔心 很簡單 Don't worry 為什麼當時你不能說這話呢 我為什麼要說Silly 這是第一個案子 第二個案子 也是2004年的 人老了以後 就特別容易想起小時候的事 2004年的時候 常遇到的案子 為什麼我的光盤插進去還不播放 答案是說Linux設計的倒高一籌 就是AlphaFS 就是那個什麼 你要點播放量的時候才播放 這樣的話呢 如果一個資源插進去了 但你卻不用它 那種系統就不用毛骨了 資源也不用浪費 光盤也不用空轉 硬盤也不用消耗 要是一個硬盤插進去 然後它冬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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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 冬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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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即可用 需要的時候再用 這個用戶是非常不理解的 很多用戶說 我就是喜歡插進去和自動播放 然後兩邊就可以爭論 一開始說 使用戶訪問的是自然資源 之後掛接資源比較好 一開始說 還是Windows好 你看Windows設計多體一些插進去播放 這個問題是很多年以後才明白是怎麼回事的 這個問題呢 用戶並不需要自然插進去自動播放 這是假的 用戶把光盤放進去 不一定是想聽音樂的 他可能是想看有什麼歌 或者是這張盤是哪張盤 把自己搞錯了 用戶把一個硬盤插進去的時候 我也只想用其中一個硬盤 而且呢 用戶把設備插進去 有可能設備看的設備好沒好 是不是好 能不能用 這個用戶之所以提出這個需求 是因為用戶把兩個不同的設備 連接在一起的時候 相當於把兩個分隔的東西 變成一個整體 在他們的世界觀裡面 這是一個冒險的舉動 結合兩個問題 是一個冒險的舉動 它需要一個確認 來知道這事成功了 就像這個什麼安全扣 其實可以扣上 但一定要巴搭一層一樣 你需要知道你安全扣 確實扣上了 用戶需要的是一個方法 能夠明確地知道 資源被電腦接受 也可以使用 所以現在的這個Windows 現在的Gitome 3的設備 挺不錯的 Gitome 3的設備 現在是如果你插一個硬盤進去 它不會畢竟挑出13個窗口 13個分區13個窗口 六十個分區六十個窗口 不會的 它會向這個提示來說 有個設備插入了 你要想掛街的話 你也就掛街了 不想掛街的話 你點空白之後就沒了 所以這個設備的話 就解決了用戶的這個需求 就是它需要一個消息 通知它資源可用 這真正的需求 但是我過去也忽略它 那現在有一個好問題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這麼久的時間搞充足它是怎麼回事 不但是我賣 而且那個Gitome社區也是發了充足 第二件事情是 它為什麼Windowsky還沒搞贏 這個事 這是一件事情 我在跟大家講的第三個例子 第三個例子是看進去的一個事情 就是Controversal 我裝了一個 Linux Distribution 安裝以後的話 中文不能輸入 這個是我認為很荒唐的事情 你怎麼能夠系統 剛剛安裝完的時候 就不能輸入中文呢 很嚴重的問題 這句話比說是那個什麼 歌曲開始了 主唱給你們照著它 你還照樣發行了 怎麼做到的 然後這事呢 我就上網上去問 然後網上的話 尤其是那邊那個哥們 蘇稅公司的那個什麼 重成的那個漢裏 蘇稅的權利的漢裏 歐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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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後來我自己解決了 解決的原因是 系統作變升級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說是解決了 系統升級就可以了 然後呢 這下子就挨罵吧 挨罵 你心想沒升級 你不能有問題啊 那麼 這個事 首先 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在出差 我升級不算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這個事我就不說了 這是小事 但重要的事情是 就算是我沒有出差 我有可能會升級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他iPhone手機 升級完以後 他更不讓我拷貸文件了 一次升級 比擺一次限制的更死 就是 過一段時間 我的那個什麼Jailbreak 就壞掉了 過一段時間 能裝的軟體 他現在說不真實了 這個升級之後 是有不好的體驗的 因為升級其實是 廠商想跟我寫我的 不願意升級 這有可能的 我知道Linux在的時候 我說一般用戶會有什麼情況 第二種情況呢 是 我不想 有任何變化 因為變化也起風險 一旦我持續了一種系統 就不希望變化 那麼這時候 用戶的需求是什麼呢 我已經解釋過了 用戶的需求是 他不願意 或者我喜歡升級 而解決的方法也很簡單 升級的時候 告訴用戶說 安裝的時候 告訴用戶說 我們的升級沒有新功能 就舉出問題 只要說這一句話就行了 說這一句話的話 我可能就在安裝的時候 點了升級勾 實際上我一下安裝到沒這個勾 回頭速度改一下 這是應該改的事情 也就是說 用戶關心的是 他心裏面的安寧 但是他說 他能為了他心裏的安寧 做了錯誤的操作 你們一定以為錯誤 我認為挺對的 然後呢 這樣的話 這個事情更搞笑的 一個事情是 論壇還有人告訴我說 您不知道這道理 他說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這道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麼道理呢 這個盤呢 在那個出場之前 就已經燒出來了 就是Release 已經燒出來了 所以呢 等你拿到盤的時候 它已經過時了 就是說 如果你拿到Release 13月3號出 反正沒這天 12月3號出 然後呢 12月3號的時候 盤是11月份做出來的 那12月1號的時候 發行中文不能輸入 它沒有給修好了 就正常的 所以說 那是什麼 When it is out it is updated 這是標題 這個事情是 對用戶的衝擊 用戶的需求被忽略了 你可以告訴用戶說 更安全升級了 那仔細思考了三個案子 我在回顧三個案子 然後我找個規律 說我怎麼能夠 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用戶需求 怎麼能夠很久以後 才明白的道理 然後呢 我發現呢 有一個 有一個基本的特點 三個案子 仔細回想一下 三個案子都有這個特點 那就是 在 用戶表達需求的時候 並不是表達他們想要什麼 他們表達的只是一種感受 然後呢 我們試圖理解這種感受中出了問題 怎樣才能正確地理解用戶感受呢 這問題我想了很久 然後呢 想了很久很久以後 我才明白我想錯了 那個 理解用戶的感受這個詞是錯的 你不能理解用戶的感受 你只能體會用戶的感受 如果你想去理解它的話 一開始就錯掉了 那個 在我們討論的問題的時候 像剛才有很多用戶的 用戶提出一個問題 我們給它一個答案 兩個之間互相撞擊 看起來碰觸火花了 其實 存在了一個潛在的感情交流 對感情交流 你做對 那個 我現在總結出來的方法 第一個呢 是 這其實就一定要對 不是第一個 就是要用感情來面對感情 如果用戶表達的是感情 那麼你用感情的話來接一下 它適當的用情 一旦你稍微用點情 然後你明白那微妙 微妙一瞬間的時候 用戶的感受 你就知道該怎麼做的情況 比如說 當兩個設備連結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到心中微妙的用戶 各大了一下 他們感覺到不安定 然後你就知道 這時候趕緊有個提示說 設備已經被失業了 就夠了 做了這份上就夠了 這是我個人的 做業務方面經驗總結出來的 兩個案子 第一個案子是 生氣氛的客戶 客戶的人都找到我 還生氣 我有句領法寶 如果你們做客戶的話 永遠一定會換定的 不管客戶有多生氣 有多大的困難 第一 還願意生氣 I think I can help you 這句話呢 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作用的話呢 是你跟用戶站在一邊 不管用戶抱怨了什麼問題 你還沒說問題 你甚至沒說 問題存在不存在 用戶抱的可能不是那個問題 他的電源根本就沒插 平衡的 可能根本就不是問題 但是你一開始 I think I can help you 的時候 你沒有討論這個問題 不討論他的立場 我跟客戶站在一邊的 一旦他明白了 他沒有一個敵人 需要戰鬥的時候 他就容易平息下來 第二個是 I think I can 能夠 這實際的意思是說 Don't worry 用擔心 有了這兩個點之後 那麼下面你就很容易 用邏輯層面的對話 你就不會陷到裡面去 這是感情應對 感情的一個法寶 第一次的時候 第一句話先說對 這句話說對以後 你腦子也要超出發貪思考 那就可以解決 第二個例子的話 是現實生活中的例子 這個例子 我特別想給大家分享 我認識一個工程師 她介紹我認識一個美女 是她的女朋友 不是我三分之想 我就嫉妒了事兒 這個女孩開著車 她的車發不動 她在踢著輪子 踢著輪子 很生氣 她的男朋友說的那句話 我永遠忘不了 就是我認識的工程師朋友 她說的是 我每次你都能接 她說的是 為什麼每次都這樣 她說 為什麼你 是不是對一個機器使用感情 這個話我永遠忘不了 因為他們倆交流的時候 不是在一個層面交流的 但是她一個人在試圖感受這個問題 一個人在試圖理解這個問題 理解的人沒有成功 感受的人發了大能力的脾氣 也沒解決問題 這個事應該怎麼解決呢 我把它放在心裡去 然後一直等到這個女孩 有了第二個男朋友 前面那個被拋去了 然後為什麼才來分手呢 你們猜吧 這第二位的話 這位是個編輯 我也認識她 男朋友來看女孩子 我都認識 她就踢著車 然後她就說話了 她說的話很好 然後她就說 嚇到她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 用感情對感情 當然說完這話之後 這也提示 這車就用虎說 什麼地方做錯了 然後我們討論什麼 問題都剛剛好好討論 用感情面對感情 不要感情以來的話 你就用理智加倍 我今天也講那種挺少的 其實已經講完了 總結吧 總結的話呢 第一個是 如何忽略用戶的需求 然後問一些關鍵 第一個的話呢 是 要懲罰錯誤 你只要見到錯誤就是懲罰 你就能夠成功忽略所有的需求 而且還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十分開心沒有人打架了 錯誤錯了 一個經典的例子 有一次Linux的答案 就是人人發帖 不但發帖 而是韓夫勒 這一次語言的原代碼 背一個空過 那個什麼 眼見的人第一韓就都遇到 他include的語句就寫錯了 他include的就是 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 第一句語句錯了 然後呢 網上的標準答案的話呢 是 標準答案是 We can't help you Because we don't use 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 或者Can't help you 就是這麼簡單 Off-topic 就很簡單的對吧 這個是非常禮貌的話 你可以罵他 你可以罵他 他這地方找罵不起有點 你可以罵他 但是你也可以禮貌地 受情趣的論壇 這都是在糾正錯誤的 但是沒有人去想 用戶的需求是什麼 這個用戶 想用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 做什麼呢 不管他想做什麼 幾乎都可以 用Inux方法解決吧 所以呢 如果你要去從用戶需求角度 來探索 房間學答案是 If we want to do certain things G-Lab will see the way to go 你身體不用解釋 為什麼G-Lab-C更好 身體不用解釋 為什麼G-Lab-C更好 因為他都沒說 為什麼房間學系好 他是瞎選的 他瞎選的話 你就瞎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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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身體不用解釋 為什麼G-Lab-C更好 你說這就是正道 你走吧 如果他關心為什麼 他會自己思考 第二件事情的話呢 是 如果別人一旦 使用你有感情的詞 你就厭反 你必須用逻辑來修正 只要這麼做的話 你就能夠忽略 有很多的需求 你能夠活得很開心的 常見的一個方法是 I feel so confused 我感到十分的困惑 這是貼子常見的第一句話 之外 然後常見的回答 第一句叫做 這個問題 通過這種方式 你可以讀住他 從此以後 他再也不感受他的需求 這樣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 你解決不了他的需求 因為他不敢再說了嘛 這個地方有一個 第三個問題 告訴對方說問題問錯了 最常見的回答 這個問題問錯的方法是 簡單地說 You asked the wrong question 讓北平面文章 北平文章只像 Evry Kremont的篇文章 叫How to ask question Smart way 這篇文章我在2004年念過了 不是什麼念過 不是說那個 忽略這個 Yvry Kremont的智慧 下面說 這個例子不太好 我想著這個例子 為什麼你要找那個分區 他說 為什麼要圓木求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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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地方 我們沒有魚 我們不需要圓圓區 圓圓圓整理 這個是指出用戶的問題 分錯了 應該不應該這樣 一個問題 一個說法是 如果用戶永遠 認得錯誤的問題 那麼 他就沒有希望能夠 用別人寶貴的時間 得到正確的答案 這是一個出法 到目前為止 都是正確的 要不然未成功 你看文章叫 但是有一點 但是有一點 就是說 當我們想要知道用戶需求 想要了解用戶需求 解決用戶需求 在推廣產品的時候 用戶 我們想知道的是用戶的需求 也就是說 提問的人 用於我們想知道問題的答案 這一個刹那間 我們其實變到位置了 提問的人 通過提問 表達了一個用戶需求 沒有解決的地方 提問一般都表達了 需求沒有解決 而你呢 你的興趣是作為 產品經理 不作為開發產品的人 你想知道用戶需求是什麼 所以 實際上你在提問 他在答案 他是答案 你通過跟這個提問的對話 你想找到答案 如果提問的人 就是答案的話 你能不能仍然告訴他說 想好了怎麼提問再過來呢 我覺得說這個情況就變化了 現在的那個 我們允許 比以前好多的 因為競爭那麼激烈 我們現在允許 用戶什麼都不知道 而且還想跟他們提問解決方案 有這樣的氣氛 有這樣的環境 為什麼98年沒有 因為那時候沒有蘋果 就是說 我跟大家講一個基本的規律 這個事情 請大家思考一下 是不是這個樣子 最近的話 微軟公司在北京 辦了不少開業活動 這地方的要點是 就是微軟公司 在北京辦了很多開業活動 下面的問題是 微軟公司什麼時候變這麼開放了 然後呢 去問他們 他們說我們很開放呀 我們就是應該開放 這是應該的事情 是不是 科技圈話說這個樣子 只有開放 怎麼能傳奇不大人 你可以說了一大堆廢話 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來告訴大家 第二件事情 為什麼微軟這麼開放 今年年初到現在 已經第五個月了 五月馬上就結束了 關於微軟 我只聽到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三月份的時候 《華爾街日報》報導 微軟出了一個新款鼠標 編輯說的這款新款鼠標 你覺得特別舒服 這是一個經典的作品 第二件事情呢 是微軟公司辦的開業活動 今年我就聽到兩件事情 然後呢 你知道我是說什麼嗎 微軟已經不重要了 一旦你不重要的話 那麼你就那個什麼 變得很開放了 這是一個特別要謹慎的事情 一旦我們發現 我們開放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變得不重要了 哪一條事情啊 現在我們過去為什麼 調生最為開放的社區 說開人啊 或者是自由軟件 開放的社區 為什麼我們經常對用戶說這樣的話 說那個什麼 說這個 你要是問題問題問題 別來問我們 對吧 這是一個封閉的姿勢嗎 說明我們很強嗎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其實我們很弱 而且尤其是 等到那個什麼 蘋果出來以後 我們有些感覺到 它怎麼那麼容易把用戶騙過去了 我們就這樣想這個問題 所以結論就是說 我們需要對用戶更好一點 也就是說感覺到自己弱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更開放一點 我覺得我們現在其實比以前強迫了 但是這個氛圍是我們更容易感到 我們的弱 這是個好事 因為這樣我們才能改變 現在的話 我們說 那個我們把用戶的問題 需求當作一個問題來理解 這個標誌的話 標誌到我們感受到了 對於用戶非常好的產品的壓力 過去產品沒有對用戶這麼好 尤其是最近兩三年的新的印象產品開發 也不只是蘋果 各公司 都用戶上的好 以前沒有這麼好過 這促使我們開人家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時代不一樣 現在可以 各發生長版 就這個樣子 結束了 實際生日太早了嗎 今天要問請問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是 Activist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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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問題 我感覺您講的都是怎麼樣 怎么要挖掘用户的气球 而不是怎么要忽略用户的气球 这张是一张比较解析的 最后一张比较解析的 前面几张就是 温和化学的需求 比如说你必须失败过 然后你才能知道才能 因为我就是讲的道理 你们怎么能忽略用户的需求呢 必须失败过 确实不小心发现了 然后你才能知道 你的才能 这是用户 那 反正没有 没有 不是说 成都没有用户 其实我也是 我是在讲 我是在讲 是从你失败的经验中 找到如何方向用户需求的究竟 没有 我只是那个什么 因为每次有一个人 看见用户需求的时候 另外你不懂用户需求的人 往往给他很凶 而懂用户需求的人 往往很弱势 这是常见的对话 所以我就干脆承认他有才能 你有才能 你能做到忽略我做不到 这是一种 一种 出名卑微的身份 然后一种 一种表思反击 反击的认为 这是实际的比喻 是这么回事 你会发现的 就是每次到论坛里面 尤其是Linux论坛 一个人越讲用户需求 全能力不需求 别人越不愿意讲他 有时候不常人有事情 现在已经好多了 那你这个是不是说 因为苹果比较 重视用户需求 所以 他在这方面做的 会比 那个 那个 重视有词对不对 就是他们做的挺好的 因为做的挺好 不是换重视的 像我做的这些东西 做起来很容易 但是你不知道 比如说 关于用户什么时候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 做到的话 我虽然说 十何代码吧 但是你越来越做了 重视一段时间 你等着 你花更多的力气 解决对吧 不用做学词 那个 我对文人的苹果做的还是不错的 那个 这个问题是很有争议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要说 我就做得很不寒 我就做得很不寒 我就同意了 做用户需求 做准备的人 喜欢不争论 就是发现问题 这个过程是很难的 然后至于你发现的问题 今天要改发了一样 你发现了后的错误 也其实改了 我一样 它的难度 对 它很难 很难发现的原因 是因为 尤其是最近有了苹果之后 我这么说 你没人骂我的 以前别人说是骂我 我就这么想 是因为你不去感受它 就是你不去感觉 你不去感觉 你不去感觉 你需要什么东西 不管你多么强调 自己是理性动物 其实跟你很清楚 你经常对这次设计的感情 这是真的事情 就算你没有说出来 有些时候 你期望一些事情 发生 这期望的事情 就是因为感情要做动作 对 就比如你说插入用户 其实用户希望 就是一个即时感慨的东西 对 是的 可能之前你没有人感受这个东西 没想到这种感情 对 所以究竟我们还是感情动物 这是我们进化出来的 也不能怪我们自己 其实不是个坏事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一个进化系统的特点 就在于说 它必须不断能够进化 进化的同时也必须不断存在 也就是说 你不能够由一开始就跳到逻辑 你中间的过程必须存在 为了活下去 你必须得有一种 不用逻辑 有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感情是这种发展过来的 所有的进化的东西 都已经算了 所以我们是这么造出来的 就接受现实了 对 这样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感觉是不是 就是Linux界的话 它是技术的比例占得太多了 然后别的方面 比方说 用户续续的研究 它是一些心理方面的研究 就用户体验方面的研究 这方面的话 相当来说 就是做的努力 相对于技术而言 少很多 所以导致它还是 就是太技术 而不够人性的话 技术有些时候 很令人激动的 我认识一个朋友告诉我 它的圈子叫做技术圈 然后呢 我刚刚说的技术两个字 能不能去掉 因为技术这个词 你可以涵盖的很广 一些事不能讲可的 比如说 那个什么 拉小提琴这也算技术 其实我也很有感觉 你怎么说呢 怎么把技术分开呢 但是我们不想要 不懂技术这些人记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再上 技术感觉会 就是说 你不但没有感觉到 用户的需求 没有体会到 而且呢 如果有一体会到的话 你会把排斥出去 有时候会发生这种事 就是 你说的线上存在的 我刚才是强化强调的事 作为极端力强调的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作为开发人员 怎样能把自己 当成一个用户 因为我们都是人 我们 就算是开发人员 还是从我们的用户 进化过来的 我感觉 刚才你说的 是要 你才是眼睛的 对 听我说完好吗 我才能表达 就是 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用户 或者说你跟普通用户 站在同一场 但你刚才在演讲看来 这件比较难的事情 嗯 这合理吗 这合理吗 是吧 因为我们 不需要一个特别的 一个转换过程 说 把自己从一个 研发人员角色 转换成 能用户 然后去弥业团 因为人间很自然的事情 也就是说 为什么用户需求 没有被自然的发现 而需要 对 对 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们的思维方式有个盲点 我们的思维方式有个盲点 如果你学会了工程 那你就知道一个特点 就是在解决工程问题的时候 你需要冷静 你需要分析问题的本质 需要理解它 然后解决它 如果你不能理解问题 你就解决不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工程训练 做不到最后的话 你不可能成为产品经理 也不可能从事异象软件开发 你需要能够将问题化解为 可以理解对象 然后寻补它有点方向 对不对 但是人的工程的特点在于说 你需要放弃理解 而使用感受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你越是用力量去试图解决一个问题 你越有可能看不到这个问题 这是为什么应用性问题 我们有时候会听唱苹果的宋歌 我特别讨厌个人所办 所以我不准备唱宋歌 但就讲它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它做的一些东西 做的运动很舒服 让别人却没想到做的这么舒服 它的设计师 在考虑人们应该怎么用它的时候 能够临时把它切换到感觉状态 然后呢 那感觉完毕之后 它再回到思维状态 把它当作一个问题 初心理解 这是一个困难的地方 在于 你用来解决问题 所需要的这种思维方式 是你解决问题的绊脚石 可以列为 从普通用户升级为开发人员的部分中 你某些感受功能退化 或者衰弱的 你的感受一直存在 但是当你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在心里面尽量排除这种感受 因为你想要关注在问题上 就是解决问题 你只遇到问题的能力谁都有 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需要你能够把遇到问题的感情 放在一边去解决它 可是 如果遇到问题的过程 就是问题本身的 如果是感受的 就是问题本身 这个是脑子里连绕的事情 但是静下心来想 可以想到的 有些人说是天才 像我自己的话 有些事情是过了很多年 才弄明白什么回事的 我原先有一个小册子 我都在手里丢了 每次像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都记得一个小册子 提醒我自己说 当时我想到很久 我再想明白 所以今天只能随手 念到三个脸子 不然还很多呢 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这样我们在 在接受客户需求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这种 就是客户完全没有进去 他会告诉你说 我这里有 你看 我这里有一个产品 比如更具体的说 我这里有一个网站 好 你会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你又不能跟它一样 对 后来我给它履这个四 就是 我有时候像你 我尝试了 我尝试了去引导客户去思考 不能说让它引导我 而是我去引导 尝试我去引导 然后我首先跟人说 那你首先 UI是不要一样的 那么它的功能化 会有什么什么样子 我们再看哪个是你需要的 哪个是你不需要的 一般来说 我们会告诉他 这功能需要多少钱 这功能需要多少钱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拒绝他一些技巧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我自己做生意 自己和小老板做了八年八九年了吧 那个什么 我觉得从现实的角度来出发的话 这看是你的合伙人 还是你的客户 如果是你的合伙人 和客户策略是不一样的 客户的策略的话 在跟客户进行深层的交流 在目前的话背景下比较困难 所以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 把合同定词 然后把二期放开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合同定词就是你要这个好 我保证给你给我这个 然后到时候你必须得付钱 如果你是出现新的 到时候我们的签字证明 你没说过的事 然后二期放开 就说 他怎么没给你做二期呢 你一次完不了的 我们不打算做二期 做成这个样子我就满意了 所以你说 你可以这么说 但我合同仍然要提到二期 因为如果你真的做到的话 你是我们第一个做到的客户 这个版本就是 你想要的拿到以后 你就真满意了 就是说 把那个客户学习到的东西做为二期 这样客户会有个好印象 叫做说 尽管我的学习不是在变 但是你一直在跟着我做 嗯 那个什么 所以他对你是挺满意的 然后您的也挺满意的 你收一件钱 收一件钱 第二件还可以再收一件 然后我们需求 慢慢确定的时候 但你对合伙人不能这样 因为他的事业 是你的事业 所以你必须引导自己 跑到论区的方向 如果引导失败了 只好不合伙 就是这个情况 这个会达了一点解药的 但是实际上各个合同 还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有些时候你可以狠点 你不许为什么呢 因为客户想做一模一样的旅行 有个网站 我经常见到这种事情 一个人说 我要做一个京东第二 我说 京东已经做了这么大的用户型了 这就是 就有紧跟淘宝了 然后淘宝做完了 你做京东第二 那你跟他做京东第二 他已经很厉害了 然后那个人说 我跟你说三点因素 我能给他做京东第二 第一 我投的钱挺多 第二 我只能给他喊 第三 我这帮兄弟们 都可以一天 二十四个小时 一周七天的干活 也就是说 我知道他是一个混蛋 但我看客户 大批一周四 我不是说京东很大的 我是这种精神模式 然后呢 如果你遇到的客户是这种类型的话 那么 你没必要跟他玩吗 你可以说 你不是说你厉害吗 你不知道我有厉害 像我这样的客户 像你这样的客户我见多了 我比你厉害很 我就会真的给你做出来 我真的收你钱 我真的给你做二期 这提起来有点不好听 但是现在的这个 至少在2012年离开的时候 我观察的大部分客户 也就是做得比较好 你如果想真的引导客户 我反正是 真的引导客户 想做好一个项目 你自己心里没人心无愧 而且呢 你也觉得没有浪费资源 就是说明明做到A点了 然后折护去做B点 没有浪费资源 那么 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个事 有很大一套 我专门做了一个演讲 而且又不止一个小时 来讲这种情况下 你跟客户交流 非常不在 你这时候放弃更容易 真强分 把按键递了十分 那才很高点 没有想解答 我觉得其实还是 在我听来 是有很强的操作性 好吧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五分钟 五分钟是吧 下来跑了 可以直接跑 不用做一个黑的 还有一个面对 做得清 有问题的可以提问一下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所以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讲过刚才 于是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 就是 我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和IT基本没什么关系的例子 就是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 我经常面对这种状况 就像社区里的老太太一样 第一 不许叫我头上建基站 第二 你要保证我的手机信号不够好 而这种客户呢 你要拿它没辙 他还会不停地压着你 让你去解决 球图关键 那是什么 最好的方法是别人受罪 就是怎么办 这种问题 球图关键也好 这是一个经典逻辑问题 但是就是我 我现在的工作 就是经常遇到别人 就这样解决我 这个解决问题的生命是什么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它是一个 一个 就是 博弈上的一个概念 光滑平面的问题 就是说 就是光滑的平面 每次你都可以逼对方 对方可以逼你 你说是 我就是 就是那个什么 守着希望基站舰的离带 然后你是守着基站舰的离带 然后你是守着基站舰的离带 这个情况吗 描述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对 结果大家都想说不到什么好东西 都主要对方会让步 结果某个时候 发现自己不得不让步 是 但问题是 就是 当不得不让步的时候 往往承担责任的就是我 就是 不管他们谁打赢了 最后被听播的都是我 你做什么工作 信心安全 信心安全 对 所以就是 A领导要这样走 B领导要这样走 B领导要这样走 然后呢 说我是负责保护的 然后不管怎么着 最后出的事都是我接楼的 所以这事很麻烦 自己心里就是饰养的 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 能够可以解决 跟您建议和复工做的 好建议就是 现在基本上的 到最后如果没有人肯做安全的话 安全价值不重新被提下来的 你需要那个什么 就是你需要让社会坏到一定程度 它才好好起来 我这话说的不对 你需要让两人关系坏到一定程度才好起来 和我现在就是硬扛 没关系 你可以换工作 换工作过程中间 你原生的经验和进一步方 你会想成开的吗 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他那种情况 我们当时清过一个培训 那培训的话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coachare和warm chair 就是说 coachare就是说 你们两人只有这一次合作机会 以后不会再碰的了 这样的话 你就懂了 然后如果是warm chair 就是说这两人以后 还有很多合作机会 那这时候的话 可能就是要 最好的状况双赢 那么还有一种 退一步的办法 就是你们两个做一些让步 你需要看压力从哪来的 组织结构里面 常常这样的 压力传递的层次 越传递越到后面越弱 对 在你工作的公司找岗位的时候 对于一种人际关系 觉得很厌烦 又觉得奖励不够的这些员工 他会尽可能找到 压力靠后的地方 你现在的问题在于说 如果产品要推出的话 比如就产品经理要推出产品 产品推不出来的话 你们要吃亏的 但产品要推出来的话 它有大大的奖励 而你两边都没有 而安全的问题出问题之后 无论如何都找你 你的位置就不太好了 是 其实我不再放过了 这就是死不通走 你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出了 你这个位置是好压力口上 因为你是压力的第一道口 出完去的问题之后 在组织结构里面往后走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改善组织结构 本身的运作效率 运作方式 但是非常困难 你需要很精力 而且还需要很厉害的精力 才能做到 有些时候我就放弃了 那我就想办法做电机 为什么我的听众没有讲评 为什么我的听众没有讲评 为什么我的听众没有讲评